女人是小時候朋友 可以嗎 女人是智雲 那為什麼要埋藏這件事 我就怕你這樣 你為什麼要一直煩我 你知道我的兄弟 人有多好嗎 他除了對我姐好之外 他對我也很好 然後他對我媽也非常好 全家人都照顧到 因為有一次那個 每次我媽生日 我們就頂多是給紅包啊 送花啊什麼的 然後宣布竟然 連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媽生日那天 他就突然說媽媽 然後他就放了一個影片 然後因為我媽也是那個 追韓劇的名 他當時最喜歡的那個韓星是 車人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說 然後他就請車人表錄了一段 影片 說 而且他還講中文 對 車人表在那個影片裡面說 徐媽媽對不對 對 徐媽媽祝你生日快樂 我是車人表 然後大家就說 Oh my God 車人表很了解 而且還講中文 然後我媽當場就淚流滿面 然後就 對 對 對 怎麼啦 其實這樣很用心耶 對啊 對 但幸好我認識這個影片 但我認識這個影片 如果想要別人 我應該會這樣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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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很幸運的是 他剛好認識車人表 所以他可以去拜託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媽媽後面喜歡新的對象 然後我們自己要求其他對象的話 不認識的話 下一次有沒有辦法一樣 因為我有煩過姐夫說 姐夫我很喜歡那個孫喜酒 就是演那個出走日記 然後我就說 你快點去幫我跟他那個 就是 認識一下 對 我常常煩姐夫這件事 他是不是覺得我很煩 奇怪 我沒有認識很多人 所以我 李秉獻 他怎麼會這樣做 我以前是朋友 他可能是朋友 他可能是朋友 是朋友 所以他在手上沒有巨星了 沒有 阿比 xi hun 鬼 親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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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哭 你問他為什麼要埋藏這件事 緊張吧 埋藏這件事是物品吧 然後我就怕你這樣 你為什麼要一直煩我 來台灣第一次動怒 現在 你為什麼要一直煩其他人 他說你為什麼要一直煩其他人 對 他現在在生氣嗎 男人負責就行了 他們為什麼負責就行了 你可以煩我 但是你不要一直煩其他人 你約他出來 我也沒有要煩他 新的李生輩 他在做好朋友啊 如果GD看到他的話 是不是也要是很恭敬地說 那個前輩 很喜歡 照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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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長很多人 沒有誰沒有說 我只是在韓國 只是一個前輩 然後他也是一個很乖巧的孩子 這麼乖巧的孩子 我現在就是擔心你這樣 他好不容易隱藏了一年 今天被揭穿了 完蛋 每天都被煩了 他該不會還 BTS如果遇到他的話 不要再問了